來各位我們今天來講 我來講我的客人三寶 我的客人有三種很有趣的 第一個在幾個月的 它顏色1000比一天暗淡怎麼辦 我每天都有清潔 用水洗啊 我每天都很愛乾淨 我都靠腰 這假的紗巾吼 我們真的黃金當然沒問題 泡溫泉你都可以去泡 這個假的紗巾吼 這一條51000的人 你這種東西 如果你 它保養就是不能碰水啊 你說你每天洗 它就不能碰水你還每天洗 那銅合金的東西啦就是 最好不要碰到水是最好 所以我戴了三年都沒對色 我家也有一條殺心啊 有沒了 帶兩個月就出事 第二寶 有個客人他帶一個粉鑽戒指 然後他每天 他每天拿酒精這樣 噴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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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噴 都沒有啊 乾洗手啊 只是洗一洗啊 因為它有粉鑽下面會有電鍍 所以噴一噴 本來就會掉啊 電鍍很貴喔 差不多3千5千喔 那我就想說算了 他買到100萬 你們再幫他度一下 對啊 還有第三個 我的第三寶 這個客人 因為整天在吊鑽 那個客人也很猛 他買了也是5、6千塊 那不是說你想с尿帶出門嗎 怎麼會掉轉 acie我手 up 我手上告訴你 我每天用超音波雞洗它 噢好 你去吃烤肉 油噴到這上面 洗一下很好 丟丟洗得很好 但是你每天洗就不好了 超音波 每天這樣 每天這樣 ambДа compromise超音波 轉就被你撞掉了 你懂嗎 蒋掉轉也不便宜耶 看你吊大哥的小顆的 所以喝 My God 迪克萨克 排队上我的车 Bad bitch I'm back 他是他妈妈 是